我們要接的是高雄錢津的莊太太 莊太太您好 喂 您好 請說 你對韓市長就職兩個月以來的表現滿意嗎 非常滿意 是 你對他哪一點最滿意 我覺得他的認真 而且他真的是很接近基層 然後他教會我們一件事情就是愛與包容 其實講台語就是 其實在我們韓本心裡真的很心疼 然後本來看到這些種種磨黑他的 我們也很想上他的臉書去攻擊他 可是因為韓市長就是說他也不要對他吐吐吐吐 然後他也一笑自知 所以我們就把這股力量也不回擊 就是愛與包容 我們反而把這股 這股怨氣更支持 更支持韓國語 而且就是 其實我們高雄有一堆市民 就是挺韓國 我們韓市長的很心疼他的 就是力挺他 2020要出來選總統 希望他保重身體健康 所以莊太太您也是希望韓市長出來選總統嗎 非常支持很多啊 很多高雄市民很支持啊 而且就是除了支持他 如果不是他出來的話 其他的那四個 我們其實都不會不會出來投票 你是說國民黨那幾個太陽是不是 對沒有錯 你這個春節期間有到燈會 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去逛逛 我們高雄是不是跟過去氣氛不一樣了 因為我剛好 我跟妳講 我住在愛河旁邊的熬月龍翔的地標旁邊的大樓 所以我感受最深 而且我是 我家是整個落地窗 我窗臉整個一打開 是全部可以看到愛河的view 所以很漂亮 我可以非常非常直接感受 我住在這邊16年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高雄市 這麼多人 嚇死我了 我們要恭喜莊太太 您家的房地產應該是增值 好 我們今天下一通小港的鄭太太 鄭太太您好 你好 請說 可以說了 是請說 是這樣啦 因為他們批評我們的市長 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們最快保 對我們高雄人有多重要 他們 我講台語好嗎 可以說台語 他也不去了解 了解說 今天是說得粗糙的 整臺灣市長都在欣賞我們高雄 他一個人好好的人他不做 他要來這裡政府 拖到破旁邊 你們這些高官 吃我們八十的錢 賺我們養我們八十的錢的人 在向我們高雄投保 我們投保 你們什麼東西 你這是直接 顧問狗而已 阿甘的我們這個市長 我們謝謝鄭太太 市長說要愛與包容 不過我知道大家應該對於韓市長 被罵是土包子 應該是有一點不捨的感覺 我們今天下一通 這個岡山的吳太太 吳太太您好 好 謝謝 請說 好 那我們再接 這個電話線斷掉 我們今天下一通這個鳳山的金太太嗎 鳳山 鳳山的余太太您好 喂 您好 請說 喂 您好 我是淡水的陳先生 淡水的陳先生 你也關心高雄的事情嗎 就想覺得 感覺台灣現在都被這些黑心政客 搞烏煙瘴氣 幸好我們新來選出了一個好市長 也很高興高雄也選出了一個好市長 那邊 就是綠營的政客 10天白白白白 要把人家晃得黑 現在就不開心不爽了 陳先生 所以你春節期間有去高雄拚經濟嗎 228是有這個計畫 228準備要去高雄拚經濟了是不是 對啊 那你們看到 你看到現在就是 大家在吵說 那韓國瑜要不要2020出來 選總統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意見嗎 這個我是覺得可以納入參考 但是作為剛上任的 其實我還是希望 就還是先把高雄市長的工作做好 畢竟國民黨內也不是沒能人 所以你是比較希望 你們以前的朱市長出來選嗎 這個 就是 支持最多民意支持的人 我的意見是這個樣子 好我們非常謝謝這位陳先生 林雅的周小姐 周小姐請說 這是我選區 好 請說 周小姐 喂 請說 有聽到嗎 可以您在線上了 是 是 我本身是高雄人 是 那麼其實韓市長在我們這邊算短短 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改變很多 那首先我針對就是說 很多人希望他選總統 但是 說實在 我身為高雄市民 我心裡覺得會很糾結 因為我會覺得說我們等了好幾十年 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個好的市場 出現在我們高雄市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告訴我就說 如果真的 中央這樣子卡來卡去的話 讓他很難做事 那麼當然我會覺得說 也會很支持他 選總統 所以一切取決於還是 看中央的態度是怎麼樣 如果中央政府能夠順利的幫助韓市長推動市政的話 您就會希望他留在高雄 如果繼續這樣子卡他的話 乾脆選總統是不是 對 但是從大局來看 說實在從大局看 當然 你一定是 你是執政者 是 周小姐 好 接下來電話的訊號有點問題 我們接下一通這個男子的孫先生 孫先生 你說 我是男子的孫先生 是 您說 現在可以 您在線上了 好 我支持韓國瑜 是 前進這個北部 前進這個 總統府 去掙扎的 曾大衛 為什麼 當初我也是韓國瑜的支持者 我們是希望 他能夠 在我們用百萬選票的這個狀況 送進他 送他進高雄市政府 然後結合中台灣 前進北台灣 翻轉全台灣 所以你在投他票的時候 你就希望他選總統了嗎 沒錯 因為他現在這個狀況 你真是有長遠的布局啊 因為他現在這個狀況 他有什麼能耐 用他一個人 的力量 在高雄 能夠把我們高雄 整個翻轉過來 事實上 我們有高雄 這麼多的弊案 都是前朝留下來的 還有一點 我要說明 有一樣事情 我很不滿意 也希望你們能夠 他的選票 把他送進高雄 甚至於全台灣 有這麼多的選民 希望他能夠 為我們台灣 全台灣的老百姓 全中華民國老百姓 能夠做更好 更大的這種 所得福祉的這個爭取 那他的身體 能這樣子熬下去嗎 所以他的意見 是希望韓市長 能夠多多找時間休息 這樣子抄下去 不只多休息 他要知道 如何去善用他的群組 善用他的幹部 有很多事情 不見得一定要他 好的 我們謝謝這個 沈先生的意見 我們今天下一通 左營的林先生 林先生請說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韓市長上任 到現在大概是 快兩個月了 那確實經濟外銷 跟觀光人潮 我們高雄市民 都很有感 那當時我們全家 也都支持他 但是其實最近 就是有在 有新聞報導說 高雄市市民 其實很多人 都希望他去選總統 但是我們 其實做高雄市市民 我們還是會有一點 不太希望這麼快 就去選總統 因為畢竟 他有很多的選前的政見 也還沒有完全落實 那假如說 選總統 其實到明年 跟現在從明到明年的時間 也只有短短的一年 那其實我們高雄市民 也等了十幾年了 等到他來 讓我們高雄更好 可是如果真的去選總統的話 假使說真的是 換成績賣回來選 然後選贏了 我覺得其實相對的 高雄市的 市政狀況還是會有 就是跟過去 陳菊執政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雷同 因為當時候也是 馬英九執政 在中央執政 可是高雄市 並沒有因此變好 所以如果韓國瑜 到了中央執政 我覺得也不代表高雄市 就是一定可以完全 就是變好這樣子 但是希望他可以繼續 把市長的職務先做好 至少做完一任 大概四年 你說2024再出來選總統 蛤 是2024的時候 再出來選總統 對 我覺得這是對 支持他的高雄市民 有一部分的責任 好 謝謝林先生的意見 剪接下一通這個奇經的萬先生 萬先生 你說 喂 請說 萬先生 嗨 市長兩個月的這個施政 你滿意嗎 兩個月喔 滿意啊 最滿意的是什麼 最滿意喔 市長兩個月的這個施政 你滿意嗎 很滿意 通通都滿意 那這麼滿意的話 你還願意讓他去選總統嗎 這種問題應該要從 要從全高雄市民 來做整體性的民調 所以要做一個大民調 針對高雄市民 應該做一個大民調才可以 那你個人咧 現在他個人 他個人不是國民黨的 是高雄市的 所以他現在是高雄市的沒錯 那萬先生你個人的意見呢 我個人的意見應該做個民調 雖然我是真男的 那如果民調問到你的話 你會支持還是不支持 我 我會很不捨啦 可是如果 如果整體上的話 我會支持 你會支持 雖然不捨但是會支持 對 那你有什麼意見 要給韓市長的嗎 成語上有 有的人講的 他應該注重身體啦 是 應該注重身體 他不用這麼操啦 吼 好 我們謝謝這個 萬先生的意見